哇,结婚快乐,恭喜啊,恭喜啊,祝你们百年好和啊,谢谢 伯母,怎么不见婷婷妹妹啊? 刚才我还看见她来着 我听说啊,心悦小姐为了知耗少爷的病寻衣无果,起了个歪心思,什么心思啊? 她说啊,只有魏婷婷小姐的心脏最适合知耗少爷 啊,走走走,走 嫂子,你也知道我哥这么多年心脏病一直很严重,为什么还要直言和他结婚呢? 等你遇到了你喜欢的那个人,你就明白了 这是我新手给你调的,你尝尝,谢谢啊 那杯杯酒 新一个,新一个,新一个 新一个,新一个 云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我不是凶手 我没有 我们家是造了什么你 伯母 咱们也没有证据 不然搜搜她的包呢 不然 不是我 我没有害死她 还真是她 找这么漂亮 干这种缺德事 我真是疲惫了 魏总 公司境况如何 公司运转一切正常 秦新月 秦新月小姐她 现在还在监狱服刑 怎么还对那个女人念念不忘 我绝对不能让她再翻盘 不用管 妈妈要走了 你戴上这个手脸 爸爸就能认出圆圆了 记得跟爸爸说 当年的事情 不是妈妈做的 知道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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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别笑月月妈妈 月月 如果你想妈妈了 就抬头看看天上 天上最亮的那颗星星 就是妈妈 妈妈妈 妈妈 妈妈 你醒醒 你别丢下圆圆 呼吸微弱 心脏皱停 CB2准备 妈妈 妈妈 山上下宿 AED准备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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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卫总 秦星月小姐 她 去世了 什么 不过李长官说 六年前 她在监狱里 生下了一个女儿 我要马上见到她 没有我的允许 她不能死 你们别碰我妈妈 你们别碰我妈妈 你妈妈已经死了 我妈妈没有死 你们骗人 快把她带走 别让卫总看到她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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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妈 走 人呢 家元元准备好了吗 别耽误了我的大事 陈小姐放心 嗯 昨天秦星月突发恶极 我们把监狱里最好的医生请来 都没能把她救活 人很快就没了 秦星月 咱们俩的账还没做完呢 你别以为你死了我就会心疼你 你给我醒过来 你醒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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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醒了 我女儿呢 我女儿呢 这就是您的女儿 元元 你确保她真的是您的女儿 我们特意给元元和您做了亲子鉴定 这是我的女儿吗 哎 我们元元长得可真漂亮 跟新月姐姐可真像啊 她真的是元元 我的女儿 元元 爸爸带你回家 走 小心 睡了 孩子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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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没有认错人 妈妈给我看过爸爸的照片 妈妈让我告诉你 当年的事情不是他做的 哪来的野孩子 怎么乱认人呢 爸爸 爸爸 放开他 小朋友 你妈妈叫 爸爸 我想妈妈了 爸爸 圆圆也想妈妈 圆圆 魏总 这孩子在监狱出生之后 他妈妈就死了 从那以后 他见到谁都叫妈妈 他虽然也叫圆圆 但是他跟秦勋月小姐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走吧 不用管他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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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会有心痛的感觉 不行 等一下 这孩子跟我有缘 我想收养他 圆圆 喜欢这里吗 圆圆 从今天开始 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 爸爸 这是我爸爸 不是你爸爸 明明是我爸爸 好了 都不要吵了 我带你去你的房间 走吧 爸爸 我想妈妈了 也陪我吗 好 爸爸一直陪着圆圆 走吧 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 不要以为来这儿 就是做小公主的 张仪 好好教教她 怎么做事 放心吧 陈小姐 自己把这个房间收拾好 收拾不好的话 看我怎么收拾你 不知道那个圆圆 安都好了没有 我想去看看她 圆圆 爸爸去看看那个圆圆妹妹 嗯 爸爸 你不是说好陪我的吗 是啊 那个圆圆有张仪陪着 你不用担心 我还是去看一眼吧 爸爸一会儿就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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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爸爸 屋子我收拾干净了 志浩哥哥 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 用我的生命去保护你 志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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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圆 这手链 圆圆 这手链 大声点哭 不然你爸爸听不见 快点 爸爸 爸爸 你在哪儿 爸爸 你快来呀 圆圆 圆圆 怎么了 她手链弄丢了 怎么找也找不到 没事 圆圆不哭 不就是条手链吗 爸爸再给你买条新的 不哭 可是那条手链不一样 是爸爸给我的 爸爸说 带一条手链 爸爸就能认出我来 圆圆 你别哭 阿姨帮你找找啊 志浩哥哥 你刚才 有没有看到一样的手链 爸爸 我的手链 什么时候跑你那儿去了 你偷了我的手链 我没有 手链是妈妈给我的 不是我偷的 就是你偷的 这条手链我一直都带着的 就在刚才不久我才发现不见的 是啊 之前一直没看见你带手链 说 手链怎么来的 我没有偷 手链是我的 你把手链还给我 你就是想偷 这是妈妈给我的 圆圆 圆圆 你跟我说实话 这条手链 到底是不是你的 是 爸爸 这条手链真的是妈妈给我的 爸爸不相信我 圆圆 哎呀志浩哥哥 你还是快去追圆圆吧 快去啊 快去啊 圆圆 圆圆 小小年纪又是骗人 又是偷东西 我没有 张仪 小姐 好好教训教训 这个熊孩子 好的小姐 我叫你偷东西 你是不是不听话呀 你是不是不听 你是不是不听话 你别嘴 你快 我下来 下来 我让你跟我进攻就要干 不许哭 别嘴 再哭还打你 妈妈 我好想你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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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圆你怎么了 圆圆你忍一下 爸爸已经叫医生来了 圆圆 圆圆 圆圆好些了吧 我给圆圆 开了止痛 还有肠胃的药 圆圆她 应该是 误食了 血药 怎么可能 我们家里怎么会有血药 哎呀 会不会 不是误食了 你什么意思 今天下午 那个小丫头 才刚跟我们圆圆吵起来 小孩子嘛 容易没轻没重 妈妈 我好饿 爸爸为什么不喜欢我 他们都欺负我 妈妈 你为什么不带我走啊 我不喜欢这里 妈妈 我好想你 妈妈 如果你想妈妈了 就带头看看天上 天上最亮的那一颗星星 就是妈妈 妈妈 我好想你 妈妈 你又知道哭 圆圆小姐生病 是不是你给下的药 你还在哭 你再哭 回来 你就是一个白眼狼 圆圆 这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想妈妈 哎呀 还真没想到 真的是圆圆做的 你真是太不应该了 即便有矛盾 也不能做出这种事情啊 爸爸 上次她偷了我的手链 这次又往我水杯里下药 我看 就应该把她送走 爸爸 不要 不要把圆圆送走 不要把圆圆送走 张仪 快看好她 是小姐 你给我回来 爸爸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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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好想你 长官 过两天 就是我女儿的生日了 能不能麻烦你们 给点礼物 想都别想 正官 不可能就是不可能 正官 还有 都在这里了 我就这么多了 哇 真漂亮 还有个小熊呢 宝贝 生日快乐 真可爱呀 谢谢妈妈 这只小熊会像妈妈一样 一直陪在圆圆身边 为什么一看到那个圆圆哭 我就会想到心愿 我的心就会那么的疼 难道这里面有什么误会 是我认错了吗 爸爸 爸爸你怎么了 志浩哥哥 你怎么了 志浩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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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干嘛去 你让我出去 我要救爸爸 你哪也不去 阿姨 救护车什么时候才来呀 我不知道 救护车又不是说来就来的 志浩哥 就没有应急的药吗 你怎么又来了 不想看见你 你赶紧出去 别在这儿添乱 你干什么 你给他乱吃药 你要害死他吗 他就是想害死爸爸 志浩哥哥 志浩哥哥 你醒了 你没事吧 圆圆 圆圆你怎么知道 要放在那个地方 我妈妈和我说过 爸爸以前手术有后遗症 药都放在了柜子的第二个抽屉里 从来没变过 你妈妈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秦新月 爸爸你不记得了吗 秦新月 你 你才是我的女儿 你 你才是我的女儿 你怎么会忘记 这么重要的事情 如果不是这个圆圆 你爸爸可就有危险了 刚才我太害怕了 忘记妈妈告诉我的 要放在那儿了 爸爸对不起 都是圆圆不好 圆圆忘记了 你现在还在狡辩 好了 她还这么小 你看你 我孩子都给吓哭了 圆圆没事 刚才圆圆说 她叫秦新月妈妈 哎呀 之前李长官不是说过吗 圆圆是个孤儿 秦新月之前也一直照顾她 她喊秦新月妈妈也正常 圆圆 那你平常都跟她聊些什么 我妈妈从监狱里生下我之后 身体没调理好 每天都很难受 平常说话很少 所以 爸爸 你别听她胡说 她是在撒谎 我没有撒谎 你明明是在骗人 爸爸你别相信她 我妈妈怎么样 我作为亲生女儿 不比你一个外人更了解 爸爸 她说谎 我说的才是真的 你别信她 明明是我妈妈 她骗人 妈妈妈 妈妈 我也想妈妈了 以前我干什么 她都陪着我 现在妈妈不在了 没人陪我了 乖 乖啊 你现在不是有爸爸呢吗 只好哥哥 应该好好陪陪圆圆 可是 来 她就由我来照顾 圆圆的妈妈才刚去世 爸爸 我想妈妈了 秦月 对不起 是我害了你 我当初应该勇敢一些 就不应该 把你仗给维持好 秦月 秦月 这位没死 医生 护士 来人哪 别哭了 我们家 可不养闲人 去 帮张仪干活去 圆圆 来 张仪 我也想吃饭 定没擦干净 不准吃饭 把这些垃圾都给我扫了 今天活要是没干完 明天也不许吃饭 看什么看 干活 妈妈 我好饿 他们都欺负我 不给我饭吃 小熊威给弄坏了 妈妈 我想你了 圆圆 给你 这是什么饼干 好漂亮 谢谢你 要是妈妈在就好了 她还没有出 我干完了吗 小小年你不学了 你喜欢偷东西了你 我没有 不是我偷的 是圆圆给我的 你还学会撒谎了 走 跟我走 你到这个家 你冒充假圆圆 你是不是就为了上这儿来偷东西 你到底图什么 你告诉我 怎么回事儿 魏总 她偷东西还撒谎 我没有 究竟怎么回事儿 我没有偷 是圆圆给我的 你们不信为圆圆 圆圆 真的是这样吗 我没给 一个吃的又不是给不起你 偷拿东西还撒谎 我没有 爸爸 你也不相信我吗 爸爸 她就是个小偷 我不想让她喊你爸爸 不是的 不是的 爸爸 今天你必须在我和她之间选一个 你还是叫我叔叔吧 行了张仪 忙你的吧 好的小姐 爸爸 喝水 圆圆可能确实有些问题 但是她和秦星月长都好像 既然我把她带回来 不管如何 我应该把她教育好 爸爸 你给我读故事吧 好 我们都这个 好 圆圆 爸爸 叔叔 这小熊怎么成这样了 谁弄的 圆圆 你很喜欢这个太迪熊吗 叔叔 再给你买个新的好不好 这个是妈妈送给我的 我只想要这个 张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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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魏总 你 能教教我怎么把太迪熊缝好吗 这还用您亲自来 来 我来 不用 我想亲自把它补好 我给你拿针线包 先往这边 然后再往这 这样就对了 缝这么好 这绕一下 对 哎呀 魏总啊 您是真聪明 您要是再练一练 您比我缝的都好了 我们要想办法 把这小危险赶出去 知道吗 嗯 走 你干什么 警告你 你个小偷 不要和我抢爸爸 明明是我爸爸 是你抢走了我爸爸 那又怎么样 你现在只能喊叔叔了 你是个没爸爸 没妈妈的野孩子 你才是野孩子呢 嗯 他们在外面玩呢 嗯 嗯 啊 啊 啊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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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圆圆 发生什么事了 是 是他骂我 还推我 我没有 是你自己摔倒的 你说他是自己摔倒的 你撒谎怎么不动脑子 之前又是偷东西 现在还会推人了 以后还有什么 是你不敢做的 没做过就是没做过 我没有 你自己说说 从进家门起 你做了多少坏事 以后让我们怎么信任你 爸爸 你说说他呀 圆圆 做错的事要勇敢承认 如果你没做 我们 也不会错怪你 叔叔不相信我 圆圆 圆圆 爸爸 圆圆 好痛 好像磕坏了 没事圆圆 爸爸带你去擦药 妈妈 我想你了 我的太迪熊 被爸爸放哪儿去了 怎么完全找不到 大半夜的不睡觉 来这干什么 是不是又想偷东西了 没有偷东西 我来找我的太迪熊 你的借口真是越来越离谱了 这间屋子里的东西都是最值钱的 而你又是一个惯犯 我告诉你 你这些小伎俩可骗不了我 跟我斗 你还嫩了点 你一直在冤枉我 你是坏人 怎么了 我来找我的太迪熊 他非说我要来偷东西 难道不是吗 大半夜的 不在自己房间找 来客厅做什么 好了 圆圆 你的太迪熊在这儿呢 你真的不好了 谢谢叔叔 张仪 小姐 时间不早了 他该回去 休息了 走吧 妈妈你看 爸爸真的把太迪熊 补好了 爸爸还是爱我的 但是 你还是叫我叔叔吧 原来我叫他叔叔 那个圆圆 绝对不能留在家里了 喂 明天我就会把他带去街星公园 到时候 你知道该怎么做吧 一百万 少一分都不行 是哪儿 秦云 你终于醒了 抽鞭 给 好吃吗 让爸爸喂你 嗯 圆圆 阿姨买了甜品 你跟阿姨一起去拿好不好 好 圆圆真乖 走 再喝一点 来 来 看看啊 圆圆 那个送甜品的叔叔 一会儿就过来 哎呀 阿姨肚子有点疼 要先去趟洗手间 圆圆在这里等阿姨 好吗 好 圆圆真乖 小朋友 一个人啊 哥哥给你看样东西好不好 你看 你拍一 我拍一 爸爸输了 我输了 哎呀 不好了 圆圆不见了 怎么不见的 不是你带他出去的吗 我刚才就去了趟洗手间 出来他就不见了 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分头局长 一定要把他找到 你好 请问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 大概这么高 然后扎了两个小辫子 没有 没有哎 你好 请问有没有看到个小女孩 大概这么高 没见过 周上 圆圆小姐她 好像失踪了 什么 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 必须给我找到圆圆 你好 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 没见过 没见过 你好 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 大概这么高的样子 周边 这段时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我女儿圆圆 最近还好吗 怎么样 我找到圆圆的线索了 我现在已经安排人 全力进行追查 不惜一切代价 一定要把圆圆给我找回来 你从你死压的骗子 你想干什么 啊 想说话是吧 说 你个坏人 我要回家 我要找爸爸 我 你还叫我 你小样的骗子 人我已经绑了 不过 想要送走的话 还差点路费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别给我装傻啊 再给我一百万 我立刻带人走 你这是在抢劫 我不是已经给过你一百万了 那点钱不够 得加钱 或者说 你想让我把这件事传出去 我可是听说未知好未走 很有钱呢 我给 我给 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钱到账 我立刻带人走 桌上 我们找到元元小姐的线索了 个死丫头 祖祖祖祖祖祖 你个死丫头 祖祖祖祖 我告诉你啊 我打开 打开 你跑 妈妈 对不起元元 妈妈来晚了 你受委屈 对不起 妈妈 妈妈 是吧 身上怎么这么多伤 妈妈呢 家里还有一个元元 她说家里这个元元才是她的亲生女儿 未知好 我刚查明了 另外那个元元是陈美芝带回来的 他们俩一直想把元元赶走 就想尽办法 故意欺负元元 他们总是冤枉我偷东西 而且不叫我元元 叫我小偷 他们还说 我要害那个元元 把我的太迪熊给撕坏了 未知好 你根本就没有照顾好元元 我讨厌爸爸 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了 我懂 但是 我们必须要回去 为什么 因为那些欺负你的人 都还没有受到惩罚 队总 真是一表年才啊 比当年老魏总还要帅气 陈小姐也是 和魏总在一起啊 真是般配 魏总 你和我们说说 什么时候和陈小姐结婚呢 人家想两口的事 就让人家自己定夺 你一个外人 跟着想逃什么心 是不是啊 小魏总 魏总最近比较忙 我每天都在家里照顾他 告诉他不要这么累 可是他还是天天忙到半夜 你听听 都通知了 那也就只差一个结婚了 恭喜 恭喜咱们魏总 这么快就找到了新婚 秦星月 这是我未婚妻张红月 你好 我是张红月 这不是魏总的秦妻秦星月吗 她不是死了吗 不对 她应该不是秦星月吧 秦星月的嘴角没有痣 秦月 你没有死 魏总认错人了吧 我不是秦星月 我是张红月 别以为你改名字 我就认不出你了 魏志浩 她是张红月 不是秦星月 秦星月呢 是我的双胞胎妹妹 我是她姐姐 秦星月确实有个双胞胎的姐姐 但是她的姐姐早就已经死了 她姐姐并没有死 而是既养在了乡下 她妹妹并不知道 这个好像真不是秦星月 这打扮 这气质啊 都不一样 那你知不知道 志浩哥哥的妹妹 魏婷婷的死 跟她脱不了关系 别说了 志浩哥哥 那么请问秦星月的姐姐 你来这里做什么 当年的真相 如果不是当事人 又谁会知道 秦星月这个双胞胎姐姐 天使真的知道些什么 不对 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 但凡她真的知道些什么 早就蹦出来 不会现在才出现 我真的是秦星月的姐姐 你这么想知道 我是不是 难不成 你对秦星月 还于情未了 啊 真好 这有什么情况 我只是纯粹好奇罢了 亲爱的 我能否邀请你 跳一支 我宣布 花开 记忆深埋牙的心涵 所以你纠缠 只是伤害 没有人 只管该你结成黑白 这好哥哥 我永远爱你 我也爱你 这枚戒指 送给唯一的你 真好哥哥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了 我没事 不用担心 他好像情况不太对 你要去看看 不去 我的心早已死了 只好哥哥 你在宴会上 真是吓死我了 来 喝杯水 休息一下 谢谢啊 跟我还谢什么 爸爸 好点了吗 没事了 我帮你敲敲腿吧 好 元元元 元元 元元 你去哪儿了 叔叔一直在找你 秦新月 你不是已经 我再说一遍 我不是秦新月 我是张红月 还有 我今天就来将真相 公之于众 向真正的罪人 绳之于法 装神弄鬼 我看你就是贼喊捉贼 他前几天就已经走丢了 我们全家当时都特别着急 现在他出现在你这里 说明 你就是犯人 我看你就是想 把我跟元元赶出去 所以借题发挥 顶着跟秦新月一样的外表 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 我今天就拿出证据 让大家看看 有问题的人到底是谁 胡想满缠 杜振华 快把他赶出去 你要是问心无愧 你到底在怕什么 病例和亲子报告的事情 准备得怎么样 陈小姐你放心 这到底怎么回事 志浩哥哥 你连一个脸都看不清的监控录像 我怀疑他就是故意栽赃陷害我们 杜振华 请李警官来一趟 怎么可能 监控里的人怎么变成其他人了 监控里的事是五年前的事情 当事人也全都被抓了 这件事情我调查了 确实如此 原来你所谓的真相 就是伪造证据 然后嫁祸于我 是不是嫁祸 我自己心里清楚 我们圆圆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 而你处心积虑地破坏我们家 谢静安的什么心 爸爸 我害怕 别不要我嘛 别人别怕 爸爸怎么会不要你 张红月小姐 我不知道你挑拨离间出于什么目的 但是现在这里不欢迎 杜振华 宋客 既然认定他就是秦新月的女儿 那你敢不敢给我一周的时间 让我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真的 这是我们家的事情 凭什么给你时间 杜振华 宋客 秦新月当年的事情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吗 好 我就给你一周的时间 志浩哥哥 圆圆 带我去看看你之前住的地方 嗯 我也只好就让你住在这里 以后妈妈一直陪在你身边 永远都不分开好不好 好 妈妈 我想听歌 好 黑黑的天空低垂 凉凉的繁星相随 冲而飞 冲而飞 你在思念谁 天上的细心流泪 地上的玫瑰枯萎 浪风吹 浪风吹 只要有你陪 喂 帮我调查一个人 我要秦新月 双胞胎姐姐张红月的全部资料 志浩哥哥 我查到了一些东西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志浩哥哥 我知道 你很在意秦新月的双胞胎姐姐 张红月的事 所以我特地找人查了一下 没想到 竟然是查无此人 你说说 她跟秦新月姐姐长得一模一样 真的是不是有别的目的呀 发什么疯 放开 你到底是谁 来我们家有什么目的 我已经替志浩哥哥调查过了 可是结果 却是查无此人 张红月女士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解释一下 你究竟是不是秦新月的姐姐 身份证 毕业证书 够了吗 要是还不够 我还有以前的视频 都是总裁级别的人了 还是这么容易听风就是雨 有的时候 欠以多动动脑子 仔细辨别一下身边人的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 志浩哥哥 我身边的人都是专业的 他们不可能弄错信心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啊 抱歉 是我误会你了 怎么 这就忍不住了 才赢一次 就这么得意忘形 好 你最好别让我抓住把柄 你说 我应该画什么好 就画一幅满天星空 你觉得好不好 满天的星星 一闪一闪的很好看 一个微笑 我可不可以 用一个拥抱 还你 你让我有心跳 哎呦 我有什么办法 也叫你 神魂颠倒 你的眼睛在笑 我望着着动了 毒药就溃扬 受不了 让开我 你发什么神经 你既然是秦星月的姐姐 那你知不知道 当年秦星月 为了要喂婷婷的心脏 小毒把她给害死了 我知道 我还知道 当年无论秦星月 怎么解释 所有人都不相信她 连你也没有维护她 我为什么要维护 那个杀人凶手 不清楚事实 就给人乱口帽子 这就是秦星月 最爱的人所做的 当年的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杜正华 当年害死我妹妹的凶手 你再调查一下 我要知道事情的 全部经过和结果 小偷 我还你没听见 圆圆 苹果是哪来的 阿姨给我买的 妈妈说过 有好东西要分享 张姨给你苹果吃 我让你偷东西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这会儿你还敢跑 张姨 你还敢跑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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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瓶 都愿你 要是老老实实挨打 这花瓶能碎吗 明明是你打掉的 你还在这狡辩 对啊 这花瓶是你打碎的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住手 谁允许你随便打小孩的 怎么回事 魏先生 魏先生 陈小姐 你们得替我做主啊 你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能随便打人 我随意打人 你怎么不问问他 我为什么要打他 魏总 他又偷东西 他还把花瓶给打碎了 我就是想教育他几下 他不分青红皂白 他就打人啊 好啊 小的不学好 大点无法无天 今天敢打人 明天就敢杀人 志浩哥哥 赶紧让他们离开这儿吧 对了 他还说 要把我给赶出这个家 魏先生 你得帮我呀 真的是这样吗 你们混淆是听 猜赃吓唬的能力 真是炉火纯青啊 你可别耍嘴皮子了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你的一个解释 如果解释不出来 请你自己滚蛋 好 东远林 又是老老师是安娜 这花瓶怎么碎吗 明明是你打掉的 你还在狡辩 对了 这花瓶是你打碎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张一 你竟然这么对待一个孩子 他每次都是这么冤枉我的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真相 不是不是 你们听我解释 魏总魏总 他是在陷害我 他陷害我的 这里面录得清清楚楚 你还说是别人陷害你的 我念在这么多年 你为魏家付出的份上 这次我就不追究你什么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可以离开魏家了 魏先生 魏先生 你不能这么对我 魏先生 陈小姐 你帮我求求情啊 陈小姐 你自己犯的错 你自己承担 真没想到 张一竟然是这样的人 陈小姐 这一切都闭嘴 陈小姐 这一切都去闭嘴 我一直念在你忠厚老实 那么的信任你 没想到你私底下 竟然是这样的 杜振华 陈小姐 把他带下去 陈小姐 陈小姐 你不能这么对我 我还听说 你们之前一直叫 陈小姐 这个真相 你们满意了吗 对不起 我没想到 一直老老实实 本分的张一竟然 抱歉就算了 我只是希望 你们不要诬陷 一个无辜的孩子 以后 也不准给圆圆改名字 圆圆 我们回屋里看书去 这仅仅是第一步 圆圆 过两天 就是你的生日了 你想要一个 什么样的生日主题 来 你选选 喜欢这个吗 换一个吧 这个我喜欢 这个呢 喂 这个也可以 不会走 王总找你 好 我马上过来 我还有事要去忙 圆圆 过几天 你应该知道 该怎么做 对吧 如果做得好的话 阿姨会给你奖励 但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美智阿姨放心吧 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阿姨 我也想过生日 下个月才是我们圆圆的生日 到时候 我给你办一场 特别大的生日宴会 好不好 好 这是谁家乞丐呀 我好像没有邀请你们来吧 这可是魏家千金的生日呀 不相干的人啊 还是赶紧滚出去吧 有些人纠缠雀成 还好意思说别人是坏人 没想到 魏总藏了那么深 有了千金 竟然也不说 是啊 在今天生日会上才跟大家说 魏总 你也太不地道了吧 之前有些意外 要不然 早就和各位说了 玩得开心 欢迎光临今天的生日宴 在举行宴会之前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我们有请魏总 你安排的 他们公司策划的 魏总 我准备了几个问题和礼物 请您的千金上台吧 嗯 圆圆 来 圆圆 你也过来 明明是圆圆的生日会 为什么要带上别人 生日会嘛 大家一起开心 第一个问题 请问 飞机飞得那么高 为什么没有碰到星星呢 哦 我知道了 因为星星会闪呀 真棒啊 真香啊 我开始为了 好自力啊 这另一家 这用变能力啊 和魏总一模一样 这是魏总的女儿 卫视集团 后继有人了 我才是爸爸的女儿 她不是 是啊 大家都弄错了 这个才是真钱金 这是送给圆圆小姐的礼物 你喜欢吗 嗯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喜欢吗 喜欢 圆圆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谢谢叔叔 我看你没有带之前的那一只 所以给你买了只新的 和你之前那个 一模一样 没想到 你还挺有心的 可惜 你还是没能认出你的女儿 不管怎么样 圆圆也在我这待过 那个时候 对她也不够好 送圆圆个小礼物 算是对她的弥补吧 你还给我 你还给我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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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他把我的太弟兄给踩脏了 没事 太弟兄踩脏了 洗干净就可以了 不哭了 圆圆 你为什么故意把别人太弟兄弄脏 他根本就不配收到爸爸的礼物 因为他不是爸爸的女儿 我才是 这是你弄坏别人玩具的理由吗 志浩哥哥 我知道你生气 但你也不能为了一个野孩子 委屈自己的女儿吧 圆圆 我帮你把太弟兄洗干净好不好 你真的能洗干净吗 当然 爸爸是坏人 圆圆 圆圆 实在对不起 是我没有把自己女儿教育好 她 真的是你的女儿吗 好了 不生气了 你爸爸 心里只有你这一个亲生女儿 圆圆 根本不是他的女儿 没事 所以不要生气了 圆圆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弄坏别人的玩具 志浩哥哥 圆圆他还小 不懂事 有盘比心很正常 年龄小才更应该教育好 这样以后长大了 才不会走错路 爸爸说我 爸爸不喜欢我了 圆圆 志浩哥哥 圆圆他不懂事 我以后会教育好他的 你别生气了 志浩哥哥 自从那个张红月来了之后 把咱们家搅得一团乱 咱们还是快把他赶走吧 这件事 回头再说吧 去查一下圆圆和我有没有血缘关系 是 魏总 经营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请您过目 为了保险起见 我去了三家以上的经营检测中心 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孙母 就像 秦昕月 我说过很多次了 我不是秦昕月 我是秦昕月的姐姐 张红月 你觉得我会相信 你的神态 动作 和秦昕月一模一样 一样又怎么样 所以 你根本不是什么秦昕月的姐姐 又是秦昕月 我不是秦昕月 请你放开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你不是秦昕月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动作 神态差不多 不是很正常吗 我倒是很好奇 你这么想知道 我到底是不是秦昕月 到底是什么目的 是想把我送进监狱 还是 想做掉什么报复我 这么晚了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做点私密的事情 智昊哥哥 你们刚才在说什么 能告诉我吗 没什么 我去睡了 智昊哥哥 你 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你在说什么 他顶了 他顶了一张跟秦昕月 一模一样的脸 我不相信你会不心动 好了 别再无理取闹了 卫总 公司有要事 要您来处理 好 我马上过来 只好 既然这样 那你们就别怪 我不客气了 既然如此 那我就除掉你们 我 一会儿开会的资料 我忘了了 那就回去一趟 好的味道 圆圆 阿姨 什么味道呀 好臭啊 圆圆 你听阿姨说 从今天开始 你就能成为 魏家真正的大小姐 而我 也能成为 魏家真正的女主人了 没有人再能阻止我们了 我的好圆圆 走 阿姨现在就带你出去 走 妈妈 我很难受 怎么了 我有点晕 想吐 没发伤 是不是滴血糖了 走 我带你去看看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 你怎么了 妈妈 妈妈 走了 是没机械露 去看看 圆圆 你没事吧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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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圆圆 圆圆 你怎么样 没事吧 真好哥哥 我好难受 没事 爸爸来了 走 先出去 圆圆你先休息 我已经给医院 打过电话了 医生马上过来 真好哥哥 别走 我要去救 张虎月和圆圆 爸爸 我害怕 真好哥哥 我跟圆圆都害怕 魏总 陈小姐和你女儿 现在需要你陪着 圆圆别害怕 救人要紧 你们先等我 圆圆圆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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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虎月 张虎月 这是哪里 这是医院 你昨天晚上没击中毒了 圆圆怎么样了 圆圆 圆圆 没事 圆圆在隔壁病房休息 不行 我得去看看圆圆 你别动 她没事 你才刚醒 需要好好休息 是你 是你打开了煤气 你要害死我们 美芝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 自从她来了我们家以后 就想方设法的 想把我跟圆圆赶走 但是她没有成功 就想打开煤气 把我们都害死 看来煤气是她打开的 你说话得需要证据 别张口就来污蔑人 我看到你在厨房鬼鬼祟祟 你能解释一下吗 对 那天晚上我也看到了 你究竟在厨房做什么 张虎月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 好啊 我正好想拿出证据给你们看看 那天晚上的事到底是谁做的 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所以我就在厨房安装了摄像头 哼 为什么不给大家看看呢 难道是有什么不能给大家看的吗 你不就是想给大家看看 究竟谁是凶手吗 这里面的人 不就是你吗 张虎月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不是这样的 这是怎么回事 你到我家就为了做这样的事情 张虎月 我真是看错你了 哎呀 像你这样恶毒的人 就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不会报警的 不过 你出院之后 请离开我家 怎么不去找他求情了 你看看他会不会理你 别以为顶了一张跟秦新月一模一样的脸 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告诉你 跟我斗 你还嫩着点 喂 给你一百万 把监控的人脸给我换了 你能想到的 我陈美之一样能想到 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有脑子 你跟你那个妹妹都一样 永远都赢不了我 你干什么 志浩哥哥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他 你不用再解释什么了 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 以后 请你不要到我家来找我了 杜正华 送他走 志浩哥哥 松开 爸爸爸爸 不要跟踪美之阿姨 不要跟踪美之阿姨 我没有报警 已经是对他最大的宽容 大人的事情 你不用管 杜正华 把他带走 放开 美之阿姨 悦悦 想不到你居然这么信任他 他做出这种事 还不报警 他只是一事糊涂 就给他一个机会吧 真的只是一事糊涂吗 真的只是一事糊涂吗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去看悦悦了 美之 你收拾我吧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轮到你管我 管我算什么东西 我之前帮了你多少忙 你现在翻脸不认人了 远远的亲子见地 我帮你委屈多少次了 李长官不是我帮你联系的吗 还有这一次没机械漏 如果不是我吧 你还敢提这次的事 如果不是志浩哥哥突然回来 我马上就能成为魏家太太了 美之 再这样下去 你非得出事不可 不想你跟我走 魏之浩能给你他 我也能给你 你还真想跟魏之浩比啊 我告诉你 志浩哥哥在我心里就是天鹅 而你 就是癞蛤蟆 你真以为跟我上床了 我就看得上你啊 实话告诉你吧 我也就是可怜你 陪你玩玩 我一直的目标都是魏之浩 我也一定会成为魏太太 对了 这几天帮我盯紧魏之浩和张红月 听到了吗 我知道你没跑 帮我干票大的 给你一千万 我帮你离开这儿 妈妈你看呢 这是什么呀 慢一点啊 跑慢点圆圆 妈妈你快看 妈妈 小朋友 我们又见面了 跑啊你 站住 小家都骗子 你真傻 小妈妈 月月 小妈妈 月月快走 滚开 放开你 妈妈 你个臭娘们啊 这烦我 递开你 住手 小妈妈 妈妈 妈妈还疼吗 不疼了 永远不要担心 大夫说你收了点惊吓 其他的没什么问题 这人贩子 在光天花热之下 竟敢如此嚣张 放心 我已经报警了 谢谢你啊 周边 对了 我去给你们 买点好吃的 你怎么了 人贩子 让我再给他五百万 否则他就要将我 做的事情曝光 正华 把我解决掉 他 不行啊 魏总现在已经在 调查这件事了 我们现在再掺和 就会引火烧身 这个怎么办 是我给他五百万 还是让他把我的事情 曝光 如果是志浩哥哥 抓到他之后 我们两个会一起坐牢 正华 就只有你一个人 能帮我 所以你知道 应该怎么办了吧 制造一场意外 除掉那个人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知道吧 嗯 妈妈 我要去那边玩 好 去玩吧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身体怎么样 已经没事了 对了 把我喊出来 是有新的进展了吗 确实有新的进展 但是 你的身体刚刚恢复 有些事情 还是我来做比较好 不行 这些事 还得我自己来做 所以 你有新的进展 一定要告诉我 嗯 当年未甜蜜中毒的事 我已经百分之百确认 是陈美芝做的了 证据拿到了吗 拿到了 张红月 已经找到了当年那场事故的重要证据 假如他把这份证据 拿给未知好看 你可就完全没有翻身的机会了 小事 有什么打算吗 这点事能难得倒我陈美芝 放心 我自有办法 嗯 好 多亏了有你 你这段时间 经常不在家 回来的时候也一直在打电话 是在忙什么事情吗 没什么事情 远远 我要出去一下 你自己在家乖乖的 是要去见周叔叔吗 嗯 今天就不能陪你玩了 晚点回来哦 给你一袋好吃的 等一下 张红月 你最近这段时间 是在和周斌忙什么吗 没什么 一点私事 叔叔 为什么对阿姨的事情 这么关心啊 作为亲戚 关心他 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如果叔叔想要关心阿姨 就买礼物 做饭给他吃 好 长话短说 免得被别人发现 圆圆 你得帮阿姨一个忙 从今以后 你就得听杜振华叔叔的话 他让你干什么 就干什么 如果完成得好呢 不仅可以在魏家 继续当大小姐 还能得到阿姨的奖励 哈 但如果完成得不好 杜振华叔叔就随时把你送回孤儿院 昔月 证据都在这里了 都是原件 这里面有当年陈美芝购买违规毒药的证据 以及他指使服务员在魏婷婷酒里下毒的线索 时间和地点 全都能和当年的事故对得上 有了这个 陈美芝就彻底没法翻身了 喂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事 电话跟我说吧 不能电话说 是关于当年下毒和魏婷婷死亡的真相 你确定 这份证据 能让秦新月洗脱罪名 同时也能让你知道 当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好 我马上来 你等我 芸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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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芸芸 我不小心摔倒了 摔哪儿了 疼不疼 没事妈妈 不疼 芸芸芸 芸芸 成功了 不疼不疼 以后不能往厕所里面丢碎纸片 远远有看到张红月阿姨吗 我不知道 拜拜 我先去看书了 你自己看看 东西呢 怎么会没有了 我明明记得放在这里面的呀 张红月小姐 这就是你说的证据 不是这样的 你等等 我再去找找 魏总 之前您让我查的 当年和魏婷婷的死有关的证据 我已经找到了 这就是 你也想让我看到文件 秦新月给魏婷婷下毒 证据确凿 你还要怎么为她洗清罪名 这份证据是假的 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的 张红月 注意你说的话 这是我让人调查的证据 怎么可能会是假的 我知道 你作为秦新月的姐姐 非常希望自己的妹妹是清白的 但凡事应该讲究事实和证据 现在证据确凿 如果你还认为秦新月没错 那大概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张红月小姐 我已经给了 你跟你妹妹洗清罪名的机会 而且我们约定的时间 也已经快到了 过了今天 就请你离开魏婷 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 现在因为杜振华提供的那些证据 魏志浩觉得当年 就是因为我的错 才导致魏婷的死 我找到了新的线索 远远跟我说 这次绑架她的人贩子 和上次是同一个人 所以我就又继续调查了一下 人我没有找到 但是根据现场打斗的痕迹和血迹 我怀疑 她很有可能已经被杜振华灭口了 头发我测试过 是杜振华的 如果人贩子是被杜振华灭口 再加上之前的种种 杜振华和陈美芝 很可能就是一伙的 要不要把这些证据上交 不行 现在证据不够 如果他们俩是一伙的 陈美芝肯定会把杜振华卖了 让自己干干净净的 那怎么办 我有办法了 细体难扰的 疼起来肯定很有意思 陈小姐 人我已经绑了 但是毕竟这是大事 这么点钱恐怕不够用 陈小姐 陈美芝 他想杀了我命狗 好 还是陈小姐大些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田狗 放心 我肯定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田狗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来的竟然是这种结果 等着吧 我绝对不会让你熬过 喂 什么 我马上过来 你发什么疯 你绑他干嘛 你 你先安心看信 美芝阿姨救我 因为他对你重要啊 他是你进入威家最重要的道具 如果我不绑架他 你怎么可能会来这儿见我 我求你了 你别发疯了 你快把他给我放了 什么时候你别给我乱动 美芝阿姨 你冷静一点 把他给我放了 杜水花你要上天啊 在你眼里 持有权源是最重要的 因为他能给你利益 以前我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也能帮你 现在呢 你知不知道 我帮你是因为我爱你 你先别激动 既然你爱我 你就把人给放了 我帮了你这么多次 你一次一次地利用我 你把我当作你实现目标的工具 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 杜振华 你先冷静下来 你别做糊涂事 我非常的冷静 也非常的清醒 我清楚地记得 我帮你伪在亲子鉴定 帮你将圆圆从孤儿院里带出来 伪装成提醒员女儿的事 我还记得当时 我做完这件事 你对我的态度是那么的好 当时我还真以为你会对我好 跟我过一辈子 然而呢 你对我越来越冷淡 你把我当成一条狗 你甚至还想找人灭我的口 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你是不是误会了 你当然不会承认 现在我算是看清了 你就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利 为了目的不辞手段的人 那你既然这么说 我跟你也没什么好谈的 说吧 究竟怎么样才能放了圆圆 行 我要什么 我要你放弃一切跟我走 你会放弃吗 别说了 我给你一百万 你把它放了 谢谢你给我这么多 让我趁底的死心了 我决定要去自首了 把所有的一切都公之于众 不能这样 是你逼我的 圆圆 住手 都住手 志昊哥哥 他绑架了你女儿 快抓住他呀 我女儿 你还在张口胡说 刚才你们可全都找了 什么伪造亲子鉴定 伪造证据 为了上位 你们可真是辛苦 为什么 我也是一时糊涂 才听了他的话 请你原谅我 我之错就改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刚才还说 你有多爱他 怎么 这么快就已经翻水了 志昊哥哥 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我保证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够了 不会原谅你的 我不要 把他们都给抓走 爸爸 送他去医院 是 是 原谅 爸爸对不起你 你不是我爸爸 你不是在医院吗 找我来有什么事 我只是想来问问你 我为什么会输给你 你自己贪得无厌 做事毫无底线 输了很正常 可是输给你就算了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会输给秦心悦 明明我对志昊哥哥的爱 比他更狂热 更纯粹 更无私 志昊哥哥喜欢什么 我都会拼尽全力地往这方面努力 我究竟哪里不如秦心悦 你从来都不懂 爱情向来都是双向奔赴 你强求也没有用 你只会觉得 全世界都应该围着你转 你想要的一切都必须拿到 你的这种思想 早已让你变得扭曲 哈哈哈哈 好 不愧是秦心悦 的姐姐 跟秦心悦一样 善于胡搅蛮缠 哦 不对 我应该直接叫你秦心悦 对不对 没错 我就是秦心悦 哈哈哈哈 你终于肯承认了 这就叫做 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啊 我得不到的 你也别想得到 你明明就是秦心悦 你为什么要来骗我 你能不能动动脑子 我是会来查真相 我要是凶手 我还在这查真相吗 你还嘴硬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的是你 你还骗我 你回到这里 到底又是目的 你怎么就知道 你不是被别人给骗了呢 前几天 我是拿到了 能够证明我清白的证据 但是 这几天莫名其妙不见了 我可难不怀疑 是被有些人拿走销毁了 我抓到了杜正华的 你快来 魏总 魏婷婷的事 我向您坦白 可就您饶了我 我做的事情都是被逼的 说 你真的要给魏婷婷下毒 你想要针对的人 可是秦心悦 为什么要把无辜的人也牵扯进去 这个叫做 人心不狠 地位不稳 把这个东西放在我交代的那个人的酒里 剩下的三百万 自然会打给你 事情就是这样 是陈美芝 是陈美芝让服务员在魏婷婷的酒杯里下毒 才导致魏婷婷被毒 魏总 我什么都给你疼待了 你能不能饶了我 来人 把他带走 魏总 我都跟了你那么久了 魏总 能不能放过我 魏总 走 走 魏总 魏志浩 当年秦心悦哭天喊地你都不信 现在 真相大白了吧 心悦 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 你说了那么多委屈 是啊 你一直都坚信别人告诉你的谎言 我跟你说的一切你从不相信 不好意思 咱们没可能了 秦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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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要搬走吗 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 我和圆圆已经没有留在这儿的必要了 而且 前几天你不是自己赶我们走吗 怎么 现在又后悔了 秦月 我 圆圆 你劝劝妈妈好不好 你也不希望 爸爸妈妈闹矛盾吧 啊 圆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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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向你道歉 圆圆 你先出去等妈妈 嗯 秦月 你别走 我只好 请你自重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朗秦 我和周冰已经订婚了 我 圆圆 这是真的吗 我骗你有意义吗 听说 你跟秦星月订婚了 恭喜 我倒真希望能和她订婚 可是我跟她表达过好多回心意 她都没答应 那订婚的事 你还不明白吗 她这是宁愿撒谎 也不愿意和你复合 叫 救 妈妈 救我 秦星月 听下了吗 你的宝贝女儿 在我的手上 你如果不来的话 我可不知道我会做什么 所以立马给我滚过来 宝贝 你开心吗 宝贝 你别碰她 别伤害她 你放了她 秦星月 没想到你还有惊慌失措的样子啊 我记得你不是最会算计吗 有没有算计到有一天 你的宝贝女儿 会落在我的手上 你到底要干什么 圆圆只是一个孩子 你能跟她计较什么呢 就因为她只是个孩子 所以她就无辜吗 是你 是你抢走了我的志昊哥哥 她是你跟魏志昊的孩子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母债 紫长 我还是那么喜欢看你 轻慌失措的样子 陈美芝 你有什么你冲我来 她永远给放了 我求求你 你想我放了她 好啊 你现在给我跪下 我立刻就放了她 好不好 妈妈不要 一嘴 这样子好像是不是险的 你不太真诚啊 你 别怕 别怕 跪 跪到那个上面 我在考虑 要不要放了她 跪 我跪 我跪 你别伤害她 妈妈不要 闭嘴 别怕 妈妈没事的 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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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一个 母女情深呢 你以为我就会这么轻易的放过圆圆 你是不是太愚蠢了 不过我不会让你这么痛快的死 我要把你千刀万挂 我告诉你 你今天死定了 我告诉你 啊 啊 你没事吧 快去救圆圆 快去救圆圆 好 啊 圆圆 你没事吧 啊 啊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啊 为什么永远是这样 啊 我到底哪里不如她了 为什么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我只是把你当朋友 你冷静点 先把刀放下 啊 啊 啊 朋友 啊 你多么 啊 啊 啊 欣悦 欣悦 爸爸 爸爸 正好 正好哥哥 不是这样 我不是想这样 你没事吧 正好哥哥 我没想这样的 走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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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悦 妈妈 回忠 回忠 你怎么样 妈妈妈妈 出事了 你快跟我来 怎么了 你跟我来 你就知道了 妈妈 阿姨 和爸爸在一起吧 妈妈 孔子 妈妈 A 欸? 哈哈 哈哈 olf了 哈哈 哈哈